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究竟何时会降息呢 现在美国银行表示 联准会会在较长的时间之内 维持在高利率 然后最终用慢于市场预期的步伐来降息 美国的公债指利率 未来势必会小幅的走低 只是降息的速度 会比市场预期要来得慢 而另外在半导体 现在又出现杂音了吗 这是来自于联合报报道 业界传出说 受到了终端需求不振的一个影响 台积电跟转投资世界先进 在近期陆续调降了 八寸晶圆代工的报价 而且最高的降幅 是达到了有三成之多 野村也分析说 最主要是因应全球元件大厂 德宜在最近考量到试矿不佳 在电源管理IC等产品大降价 这代表说半导体在后世 依旧是存在有隐忧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谢陈彦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大家好 前经济经理人温建勋 北京考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陈彦 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亲属的行政命令 他禁止美国投资中国的 包括量子运算 还有人工智慧等等 这三大领域 虽然这个禁令 他有设定一些营收的条件 要缩小管控的范围 不过对新创企业 还是带来很大的打击 拜登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 禁止对大陆投资的 这些敏感科技的一个范围 不只比过去更为严格 或是严峻 甚至我觉得影响力 破坏力会比过去来的更大 我们来看一下 拜登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 他禁止什么 你去投资投资 中国的量子运算半导体 跟部分人工智慧 这个领域 资金不可以流入 这记得 再来监管受关注的国家 特别列出来了 就受关注的国家 那是谁 他就单独一个附件 列了中国香港跟澳门 奇怪 中国之外 为什么又有香港跟澳门 我们等一下讨论 那路透社就说 这个目标很明确 那未来会不会增加更多国家 有可能 但在这里面 我们不禁去思考 拜登 不要讲拜登 从川普开始 有没有对中国的技术 做一些限制 那拜登也禁止了一些重要的 这个设备或者是材料 输出到中国 这个我们都理解 可是这一次罕见的是 针对资金的流动 甚至他现在在鼓吹欧盟 他说你要跟我们一样 他跟其身分说 你要跟我们一样站在一起 我们要一起来阻止这件事情 不得了 这个拜登 这个硬起来了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禁令的限制 就是营收占比超过50% 就是说 你要投资的这家公司 这家企业 他的营收有50% 来自于量子运算 AI跟先进霸合体的中国企业 不可以 就不可以 那阿里巴巴腾讯 他们算了一下 好像没有投资比重这么高 没有那么高 他不到50% 他也有做量子运算 有做AI 这个我们知道 可是没有那么高 好 然后这当中我们发现 基本上都是针对 年轻的新创企业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年轻的新创企业需要资金 所以很多其实 而且甚至很多创业的伙伴 可能就是在美国 从这个地方发迹 然后再回到中国去要钱 那在美国也要了不少钱 都超过50% 所以你这些美国资本 就不可以去资助或是投资这些 那新创企业大部分 我们叫独角兽 培养很多独角兽 独角兽 那独角兽大部分都是科技产业 而且都是很领先的科技产业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全球的独角兽 大家过去一直认为 应该以美国为主 对不对 那目前美国的独角兽 是768 可是中国竟然有394 很多 很多 你不要觉得说 没有 你用各位数收指头数得完 不是 连脚趾头都拿出来 数都数不完 2022年上半年 美国是57 中国是30 好 我们看一下 2023年上半年 中国24 打败美国的22 中国上半年就增加了 24家独角兽 对 所以等于美国 这背后是不是 美国很多的资金 可能不管创投也好 或者像高盛这一类的资金 或者是风险投资资金 去投资了这些独角兽的企业 这个对中国来讲 如果你的独角兽 快速的一个发展 吸纳了美国的资金 而且这背后 你是不是也有可能 中国政府的一个资金 解放军的资金 国资的资金 这些有没有可能 未来的技术 又被军方拿去使用 甚至危及这个国家 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果有这样的可能的话 那不是拿自己的钱 去养别人的部队了吗 这种担心 我觉得持续在升温当中 另外一个部分 刚才我们在讲 我刚才说 等一下我们就讨论 马上讨论 就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 还要把香港列进去 香港不是一个 资金自由来去的地方 然后投资相对也透明吗 为什么你要把它限制进去 原因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科学园区 香港科学园区 是目前香港最大科技研发 跟企业孵化的基地 有1100多家企业 1.7万名的科技创业从业者 有两家独角兽 跟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特别来谈这两家 其中一家叫商汤科技 知不知道商汤科技 它其实就是AI 还有包括人脸辨识 还有AI人工智慧 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的一个发展 据说背后的资金 也有来自于军方 然后目前所用的一些技术 也被拿去做人脸辨识 或是针对一些特定的族群 他们的行动的限制做使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美国不支持的 再来我们再讲到大疆创新 就是那个无人机 那之前不是 也据说怀疑被拿来去 在俄乌战争的时候来使用 那这些其实对美国来讲 其实也是他不允许的一个部分 再加上我刚才讲到 香港的资金的进出相对是 没有受到管制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资金 流入到香港去支持这些 我们可能担心 它涉及到军方资源的这些公司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 中国自己也有感受到 那一种紧迫的压力 就被掐咽喉 那被掐咽喉 你越掐越紧 你没办法呼吸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办法 预先做动作 目前Financial Time做了一个 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 百度字节跳动腾讯跟阿里巴巴 向辉达下单 下了多少 十万颗A800的晶片 之前不是已经限制了 A100不可以 H100不可以 好 那你这个A800或H800 基本上它还是可以审批 让你到大陆去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要下那么多订单 你看这个金额很可怕 高达50亿美金 交付的时间是在2020年 原因很简单 会不会你之后不只断手断脚 你甚至让我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也就是说你到时候会不会连A800 这些所谓A100弱化版的GPU 都拿不到 那如果是这样 我要不要赶快买 赶快买 可是我觉得他如果不赶快买 可能还不会被限制 因为拜登发现说 他下单下沉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又突然紧张说 不要干脆让他这个订单也不能下 我觉得我担心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基本上说真的 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晶片 你看 这个是百度的员工所透露 他说如果没有这些晶片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任何大型的语言模型 所以如果真的拜登 连他们AI产业的发展 都要把它钳制住的话 坦白说直接出一个禁令 连A800都不可以过去 那对中国来讲 可能就真的积极了 那结果中国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讲 确实也越来越严峻 通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可以理解是疫情 他们强劲的一个封锁 可是现在都已经解封了 然后不是有很多的刺激经济政策出来 那为什么你的CPI还掉到负的0.3 再来PPI的部分连10个月下降 虽然负的情况有稍微好一点 还是负的 负5.4 负4.4 所以你会发现目前CPI PPI同步年减 出现通缩 确实是通缩了 确实是通缩 所以基本上经济衰退的现象已经发生 最近我们看到碧桂圆的部分 它有两笔合计 2,250美元债券的利息 付不出来 我跟你讲付不出来 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因为就代表你违约了 违约的情况下 你第一个你要跟银行往来的债务 可能会全部被收散 再来你现在台面上还没违约的债券 可能通通都会暴跌 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而目前碧桂圆所开发的项目 为什么大家很担心 因为它是恒大集团的四倍 好 因为现在的房地产政策 我们之前聊过 集中在北上广深 就说我支持你 想办法让北上广深先上来 可是碧桂圆没有受惠吗 因为它的土地80%都在哪里 三四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目前还是自给自主 中央说你地方自己想办法 这个办法到目前为止 还是无解的情况下 这80%的土地储备怎么办 所以未来它的债务 万一真的又崩的话 又坦白讲我觉得是可能比恒大更大的地雷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年轻人 其实在大陆确实很辛苦 在北京租房已经涨了半年涨了5% 广州深圳是涨了2.8% 租金越来越贵 而且现在他们都在争那个盖棉被存聊天 就是说叫床友 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睡在一起 我们可以不做任何事 但是我们要分担那张床的费用这样 所以叫盖棉被存聊天 以前我们叫室友 室友是同一个地方一起住 现在不是床友 这个是要多大的压力 然后你看 租一个床位 然后每月租金750 那规定不能打户不能梦游 那这个就很麻烦 然后再来浙江杭州一个养老院 他说我想找年轻人来陪伴老年人 那10小时 那你付300块的管理费 你就可以住养老院 所以未来养老院 不用住进养老院 对 我们一到养老院 怎么都年轻人 就现在这年轻人的困境 那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更离谱的是什么 当然这个在共产党一直是这样 过去有毛雨露 那现在他们要学什么叫习思想 习近平的思想 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思想 但他们针对的是什么 习近平最近讲了什么 习近平最近有发表什么言论 你们要去研究 你们去甚至要写论文 那要投期刊吗 我不知道 那坦白讲 你说学术单位做这件事 那我们也就算了 公务单位 国际单位 现在各领域 包括金融同业 他们每天要花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觉得完全是在浪费生产力吗 经济已经持续走下坡了 应该好好地搞经济 不要再花时间 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面 但对他们讲 这好像又很重要 这是诡异 好 刚才现在我们看到 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出现了这个通缩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而另外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在美股跟台股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礼拜 美股跟台股都是出现了 回档修正的情况 那么大家都在等的 就是在美国 到底这个通膨的情况 是不是越来越趋缓了 我们要请教这个停号 美国在今天就会公布 CPI刚刚看到中国大陆是通缩 那现在美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通膨到底有没有越来越改善的情况 现在来看七月份年增变高 是因为去年七月份的激期 已经开始有点慢慢下滑了 所以这个时候按照激期效果而言 它本身而言都容易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年增效果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如果每个月还在0.2的话 这说明六月比五月贵 七月又比六月贵 所以大家的通膨感受能力才是真的 所以要看月增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能够形成内心的感受程度 年增这个时间点跟去年 只要看去年的激期 时间timeline就拉得有点长 所以现在真正的纠结点在于哪里 在于这一次原物料价格上涨 对于通膨的拉抬作用有多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以核心通膨来看 工资其实已经在高位震荡了 房租价格也开始停止冲高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很合理的判断 核心通膨也差不多要见顶了 可是核心通膨见顶的时候 这个时候原物料价格就开始起涨了 所以商品价格会不会受到冲击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最近欧洲天然气价格 是暴涨了40% 直冲今年元月份的高点 虽然跟去年乌俄战士打仗 那段时间有一段落差 但涨幅适成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拉抬效果 那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通常由大宗资产所引起的价格上涨 它第一波传导的是PPI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因为生产者现在所运用的电力 成本原物料瞬间会提高 大概隔个一到两个月度 才会转交到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身上 而这一次CPI和PPI是同时公布 所以就算CPI没有大幅的超于预期 但是如果PPI超乎预期 就说明八九月份的通膨 很有可能会失控 汽油价格也是一样的 我们最近观察的套是 美国的原油期货价格在冲高 那大家心里就想说 原油期货价格冲高 不一定对于汽油价格有影响 因为你看当时候乌尔战士 原油冲冲冲冲 冲得非常高 可是汽油价格却是反映的 相对比较慢 为什么呢 期货本来就是自由博弈的效果 波动就比较大 但汽油它会反映中长期的趋势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可以观察到在整个七月份 美国AAA汽油价格 美加仑的部分高速的上涨 可是高速的上涨 相对于平均值 就是去年的表现 它还是一个基期相对比较低的水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即便七月份涨这么多 从年增的角度还是负值 还是比去年的同期来的低 可是在八月份 这个现象才开始反转 也就是现在八月份的油价 是比去年八月份的油价来得贵的 这说明一件事情 可能七月份CPI 我们是看不出来汽油价格 导致原物料价格 或者CPI价格上涨 因为七月份从年增角度 还没有大幅的拉抬 一直到八月份才形成这个黄金交叉 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要觉得这两件事情 就会直接影响到七月的CPI 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影响 八月份和九月份的CPI 这个是大家来关注的 很多人说 可是现在至少从原油汽油价格 它的绝对高点就在那边 它至少不可能形成停滞性通膨 的确从汽油价格 高点的确是很远 现在在这边 每加轮大概3.82美元 可是跟历史均值比较起来 它也是一个相对贵的水位 所以如果没有持续的向下 反而持续的攀升 就保持在这个积极震荡的话 那通膨的僵固性就会来得更高 那很多人说反正拜登已经遇到总统大选了 接下来倒数几个月了 倒数一年 那有没有可能这段时间 它就持续的进行原油资产的打击 所以你不要妄想原油价格 有任何的拉抬作用 也不一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其实早在整个2022年 就大量的进行战略原油储备的释放 它不断的把石油进行抛出 所以你看到下行幅度 已经低到1984年的水平了 非常低 所以从国防的角度来看的话 美国是有立即需要紧急回补战略 储备原油的需要 所以你说跌到这个位置 它会不会继续跌 从战略的角度而言 照而来讲 国防部应该要尽可能的开始进行 新的原油储备 所以原油的购买和买盘力道 不会因此而减弱 所以种种迹象都表明 第四季基本上通膨的问题 还是非常之严重 我们过去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自己的观察是 美国今年劳动力市场太强劲了 没有衰退的问题 没有财报衰退 也没有消费衰退的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通膨下不下来的问题 所以第四季的决战点 联准会的谈话 衰退并不是最大的重点 重点对于通膨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在于 联准会升息升到这边够了吗 对于通膨有产生抑制效果了吗 目前的基准利率是5.5%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 目前的通膨率 大概还保持在3% 核心通膨还有4.8% 所以的确 你现在把钱放到联准会 拿到的利息 已经能够跑赢通膨 但问题是 现在云优价格慢慢的起涨 如果现在是3.3% 你每个月就0.2% 0.2到0.3的速度 到8月份就3.5 然后3.7 按照基期效果 因为去年第四季 通膨是越来越下滑的 这个时候 你按照基期效果 今年第四季就很容易推升 所以从年增率的角度而言 今年下半年 联准会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紧缩政策 放缓的必要性 甚至9月份再多升息 都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通膨才是联准会的第一要务 经济衰退反而不是 好 不过我们要再请教挺好 如果说通膨的问题 还是居高不下的话 那么对股市的一个影响 在最近整个股债 是有出现分歧的情况 到底美国股市的后市 你的看法还是比较偏多吗 对一直都是 始终如一 对对对 感情始终如一 不过可以观察到 市场就没这么明显了 市场你要说 极度看空也不是 你要说极度看多 肯定也不是 目前不管是股票滞涨 还是债券资产 都属于很明显 在怀疑中成长的态势 怎么说 你可以观察到彭博士 在这个礼拜所进行的 最新统计 主要是针对衰退的问题 来做一些观察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联总会 陆医师联总会分行 最新的GDP闹的模型 已经预估今年第三季 GDP大概3.9%的季政府 衰退我们讲说连续两个季度 要负增长 今年是不会衰退的 因为第三季度已经来到3.9% 一二季度正成长 今年不会衰退 现在问题就是 你认为还会不会发生衰退 你可以观察到 我们就看两项 35.6%的人认为会衰退 发生在2024年的一季度 很快 今年第四季过后 明年就要衰退了 不是衰退不会发生 只是晚了一个季度来 可是有另外35%的人认为 明年一直到2024年 总统大选之前都不会衰退 市场针对衰退 是产生严重分歧的 如果你严重分歧 大家对于股票和债券的投资 逻辑就完全不一样 你会弄会衰退的人 目前正在紧急的布局债券 为什么 股市要崩跌了 这个时候避险资产会值钱 你认为不会衰退的人 目前正在大量的进行 股票资产的部件 为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 连组织利率还会保持高很久 要抑制通膨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足以说明市场对于股市 是处于相对分歧的情况 可是你说不对 股价过去怪力拉得那么高 现在应该已经算是偏乐观了 我们按照美银金银经理人 针对愿不愿意进行 股票持仓意愿的投资比例 可以观察到 的确在当时六月份 AI行情大火的时候 的确这一波指数 曾经冲到五十%以上 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愿意针对科技股来进行持仓 但是很快在七月份 就开始向下了 最近又开始反弹 但是还在三十六%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从去年二零二年 十月份低点以来 市场都是偏恐惧的 市场只要偏恐惧的方向不变 股市往上的方向就不会改变 也就是什么意思 市场现在老实说 还是有点啪啪的 三十六% 那说明大多数人 还是不愿意买股票的 或者宁愿等他有回檔 再来做不见 市场共事一致的时候 不是大涨就是大跌 市场现在不只是股市债市 都不一致的时候 那这怎么办 就盘 盘到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个财报 有一项联组会的讯息 让他分出明显的方向 那这个讯息 第一 有可能是今天晚上的通膨 第二 我个人认为从财报面来看 就是八月二十三号 即将公布的回答 他开了第一枪 那你就看一下 他到底有没有如此 亮丽之表现 到时候再来跟投资朋友 做一些分析 好 刚刚停号的 我们看到 在最近整个股债市场 出现分歧的情况 整个八月份的行情 目前来看 可能会是非常的一个焦灼 现在市场关注的重点 刚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在回答的一个部分 包括台股在今天跳水了 跌破季线 其实AI股 杀的也非常的严重 回答在昨天 这个股价是下跌了 百分之四点七 而美国AI伺服器的 这个指标厂 美超为 它的猜测 比预期要来的差 所以我们要请教 这个幸福哥 现在接下来 这个台股跌破季线之后 如果说我手上 还有AI股的话 到底该怎么办 好的 其实你说 今天这个沙盘 会不会说 好像让市场有一点 算是意外或什么 其实我们以科技股 美国的科技股表现来看的话 其实它之前就已经有 算是转弱的迹象 这边是纳斯达克的一个指数 你可以发现 它之前大概都是沿着 这个上升趋势线的轨道 在里面跑 突然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 它跌破了这个上升趋势的轨道 昨天更是一口气 跌了超过1% 你可以发现 它现在好像是变成下降趋势了 轨道已经改变了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其实我们不用看到 昨天的这个美超为大跌 因为美超为 其实它前两天还在创新高 它是昨天这个猜测比较不好 才在断击杀 不过一杀也杀了27% 可是你看 之前表现都还不错 对 之前都表现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这一波 AI股的领头仰 其实还是NVIDIA 还是辉达 你可以发现辉达 之前也是一路 沿着这个红色这条是月线 它大概都是沿着这个往上跑 可是最近它也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 而且它在高档区 它是呈现什么 下沙的时候有量 下沙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辉达这么高的位阶上 已经有一些人可能在做获利了结了 这个其实对于台湾的AI股来说 你说连精神领袖 辉达的股价都已经回档了 你说台湾的AI股还要怎么冲 这个难度是有的 因为我们毕竟讲说 这个带头大哥都已经躲起来 然后那个小弟什么 就是要稍微低调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大盘 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 因为最近除了说美股已经开始回档之外 其实我们本身在结构上 也是有些过热的现象 其实今天在平面媒体有提到 就是台股最近当冲是非常的盛行 下头正在买股票不太敢流仓 所以很多都直接当冲 当冲比已经创22个月的新高 上次其实当冲比有到40%以上 就是前两年航海大时代的时候 很多新的水手想说 好像当冲长荣扬名望海很好赚 所以在那段时间 当冲比也一度拉到40%以上 不过当然后面整个热度退烧之后 其实同样的故事 虽然不同的股票 不同的股票现在是AI股 但是你可以发现 当这个股价开始 距离而且快速回档之后 最近也开始陆续有一些新手 或者说可能比较不熟悉股市的规则的 最近开始已经有人 也传出违约交割了 那段两年前 长荣扬名那时候 也是时不时的传出违约交割 这几天已经传出违约交割了 所以新手朋友我是建议 还是稍微就是你要操作的话 也不要说一下子 这个新这么大 这么狂野 想说我一次就是all in 要赚到保 就是可以退休 也不要这样 这个投资是长长久久 是跑马拉松 那当然因为现阶段 我们的交易制度 这个当冲 现股当冲 交易税还减半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冲冲看 每天赚个便当钱也好 那当然这个对于 陈家亮来说的话 是有帮助的 以前的陈家亮可能 我记得十几年前那时候 台股可能有时候一天 大概有时候还不到2000亿 所以有时候它1000多亿 1000去1800 现在动辄都4000亿 5000亿的成交量 其实对于我们的 这个证交税的税收 其实蛮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股民 这个不是说没有缴税 证交税缴了不少 这个对国家也是有贡献的 那当然还是有负面影响 就是说个股的波动下去 而且这样子会导致什么 我们以前学的技术分析 会失准 比较失真 会比较没有办法 真实的去反应 对对对 以前特别是十几年前 如果可能观众朋友 古龄比较久 以前涨跌幅是只有7% 如果你真的敢暂停 而且敢锁住涨停板的话 隔天至少开半根以上 十年前 涨跌幅还没有开放到10% 那时候是7%就涨停了 你只要敢暂停 隔天一定开高 但是现在不一定 因为很多都是隔日冲的 现在你只要敢暂停 不一定隔天有高点 有时候一开直接 就跌半根 直接杀下去了 所以会跟我们十几年前 学的技术分析不太一样 那当然 这个也会导致一些 股票新手冲来冲去 然后冲到最后 可能违约交割 那这个情况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认为说 最近整个AI股 确实也是受到 这个美股下跌影响 然后你可以先把你手上的股票 用月线来做一个多空的转折 那破月线的话 我是建议有反弹 或触及月线的反压 要先跑一趟 那最近如果你要做的话 还是建议 这个D马跟他买 做一个短期进出为主 因为前一段时间 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买了就放着 伪创从30变成100多块 贵国广达从90变成200多块 所以就买了就觉得 好像只要放着就没事 他自己会慢慢长大 现在不是 这个盘的结构已经变了 我们刚刚讲 本来都原着夜线走 甚至大盘今天还跌破了季线 当结构改变 当趋势开始 从之前的上升趋势 开始出现反转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以前 之前这段买了就放着 这个不行 那股价短线急涨之后 它随时会 急跌之后 它随时会有反弹 但是你强短手脚要快 而且我觉得 从7月31号到今天是8月 才8月算是上半旬 8月上半旬 其实筹码的沉淀期 我觉得还不够 你看我们大牌是从 5月 6月 7月 连涨了三个月 现在修正大概修正10天 你觉得说这样修正期 我个人是觉得 还没有算满足 所以筹码的沉淀 而且到昨天为止 很多热门的AI股 其实融资并没有出现 大幅減少 今天很多上到跌停的 可能像广达的 如果融资能够进一步 快速的减少 对筹码沉淀是有帮助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大盘的K线 你看它之前 一路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虽然在高档区有震荡 可是你可以发现 最近沙盘是有量 像7月31号 然后最近跌都有量 对 前两天反弹的时候 量是缩的 这一天 反弹量缩 下跌却有量 对 所以你要什么时候 看到多头开始反转 就是要看反过来 要涨的时候有量 最后我再提一个 新来币的汇率最近比较弱势 虽然币能够止跌回稳的话 对于台股的指纹 也是有帮助的 好 刚刚幸福哥的 我们看到 接下来就要观察 如果说台股在上涨 是有带量的话 才是比较明显 一个翻多的一个讯号 还包括台币 什么时候可以止贬回升 另外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刚刚有特别提到 AI股在近期出现了 震荡大跌的一个情况 也引发市场的恐慌 那么今天要请教建勋 到底有没有好消息 MSCI在明天就要公布 这个季度的一个权重调整 在31号尾盘就生效 在这一次新纳入的 这些成分股当中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标的 好 我们先来讲个小故事 其实MSCI名省指数 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你知道吗 以前叫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 以前我在报社 跑这个外资路线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收到一个新闻稿说 本公司即日起从 这个更名为 MSCI名城公司 那我就打电话去 给这个承判人 然后说你们真的要改名吗 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 看起来比较厉害 然后他新闻稿有短短的说了 名城 名就是明天的名城 就是早上的太阳 所以有旭日东升 旭日再起的意思 我说你这样两句话 就要把这个全球第一家 指数公司改名字了吗 就他回答不出来 承判人员说 你就照抄吧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状况 好 那我就照抄 给你报纸就照灯 然后从那一天之后 MSCI就变名城 名城公司 我们回到今天来讲 MSCI要公布 这个八月份的记录调整 到底是往上调还是往下调 那到底是要往上调呢 这个根据国泰跟赵峰 这两家证券公司 出去的报告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这次有机会 可以小福调生 大家都还蛮看好 有机会的 对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 就是说过去以来 我们在相对里面 我们的涨幅是领先的 譬如说最近一季 是日本只有赢我们 那我们是过去以来 是涨幅有11个percent 我们赢韩国7个percent 那引起其他国家就更多 所以根据这样的涨幅来讲 我们是有机会 来做被调生 那在这个MSCI来讲 它是一个同心源的概念 我们用比较常用的这个 MSCI新丁市场来指数来讲 新丁市场比较大 然后再来是新兴亚洲 再来是新兴亚太 那在这个新丁市场指数里面来讲的话 中国占比最大有大概在三成 那台湾其实很厉害 就是第二名 占比大概17.77 我们还赢印度的14.21 而且我们也赢韩国的12.38 好想赢韩国 我们在MSCI的新丁市场里面 就赢韩国 就赢韩国 那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有法人点名说 有4家可能会被MSCI纳入台湾的成分 有5家可能会被剔除 我们讲到这个MSCI 因为它牵扯的金额很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说 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 我们提到MSCI要法相庄严一下 讲出消息来源 这是国泰投雇所提的一个观点 它的讲法是说 我市值有往前拉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在MSCI里面 还未纳入MSCI成分股的一些个股 我们来看第一个技家 它的排名从98名到52名 市新从94名到69名 所以他们认为这几家都有可能会往上 比如说还有包括台湾电齐鸿 那你不觉得这四家 其实都跟AI也扯不了什么关系吗 好 那我们反向来看 它觉得有可能会被剔除的 那就是这段期间股价下跌 市值落后 像文茂的排名从105掉到129 那普瑞从97名掉到122名 那这次四进五出 到底是要看进还是要看出 到底要怎么去观察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看这四家被点名的都是AI 都涨很多了 理论上可以先压保 但是你看这些名单 车上都人挤 非常挤 上面的人可能都要下车 那你还要再去挤 就已经涨多了 涨多了 而且上面的筹码似乎有点比较凌乱 我反而认为说 你看看这些被剔除的公司 可能被剔除的公司 像文茂是做手机的 普瑞做消费性电子高传输界面 巨大保存 巨大的脚踏车 保存的鞋子 这些产业我认为 不是在复苏的路上 就是已经准备在复苏的路上 所以这次在被动资金 如果真的被剔除 在8月31号以前被剔除的话 你反而可以留意这种 被动卖压所造成的好买点 反而是要反向去思考一下 不过大家也在关注 到底我要上车还是先下车 就是在最近高股CETF 00878 因为它也是纳入很多AI的成分股 所以在先前也出现了飙涨 不过在最近因为AI股下跌 它也连带被拖累 那么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再请教简讯 这是要离开的好时机吗 还是说我能够趁机进去捡便宜 其实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四个字 叫做莫忘初衷 你想想看你当初买ETF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当初买ETF你是要创造你的现金流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你必须要留着 如果是你想要存钱赚点小钱的话 你就想想看 只是存股这样子 从定期定额 可以也许变成定期不定额 最近涨多了 筹码乱了 你定期但是额度可以变小 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是把 ETF拿来当成股票脆的话 也许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走一趟 可以先出 00878它过去连续22个交易日 登上台股ETF的成交冠军 为什么你去看持股你就知道了 第一名伟创 广达 华硕 音业达 光宝科 都是AI 所以当斐鱼假设你假如不知道 要买哪一支AI比较好的时候 小孩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这个时候你就会去买00878 它就是一个活动的AI高股息 好 那我们来看 最近高股息的ETF的表现 谁比较好 谁比较差呢 元大高息低波 它的表现是最好的 0073 对 好 然后再来是元大高股息 跟这个00878 大概是目前是损平左右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我前同家 元大高股息 这个叫高息 它有配一个低波 低波动 叫low beta low beta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你看它的持股 除了人保之外 统一台湾大远传 张盈 够不够低波 够不够无聊 它就是无聊在 我死于 但是我第一 我骄傲 你知道吗 所以不管在你在AI跟BI的时候 AI就是这个很会跑 对 它就会跑到第一名 当现在股价在下行 BI的时候就是这种无聊的 高息低波 绩效就会好 比较稳健一点 对 所以不管是AI还是BI 你要莫忘初衷 想想看当初你为什么买这个ETF 再来做你决定说你要卖出 还是要减便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看到是三星集团 是南韩最大的一个财阀 不光他旗下的这个自优生 三星电子呢 最近这个业绩真的非常的一个低迷 会怎么样去影响到南韩的经济表现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稍后来了解 稍后来了解